大家好,欢迎来到Hanabi的主题搭配 我们今天要搭配的人物原型是著名的京都青改校园动画 《终而病养,谈恋爱恋》中的其中一位女主角七公之音 在开头的部分我们还是花短暂的几十秒来预习一下已经学过的内容 《终而病养,谈恋爱》是京都动画在2012年以同名青小说为脚本改编的电视动画 作品以初中毕业时同时决定中二病毕业的男主角傅坚永泰为中心 讲述了他以高中同班同学兼邻居小鸟游柳花努力过着中二现冲生活的故事 其中于第二季登场的七公之音 无论是从穿着方面还是从精神方面都可以说是整部剧中二病的巅峰了 其中七公的性格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虽然他一直坚持自己是魔法魔王少女 但他其实是一直用很成熟的心态来面对自己的感情和生活 所以这种性格上的反差呢在这个角色遭遇一些挫折的时候呢 会更加让观众为他感到心痛 那么今天的搭配呢将以七公经常在动画里穿着的制服出发 在这版的人设基础上呢加一些这个人物出现的剧情元素 以及一些我个人对这个人物的理解 那么我们开始吧 首先最关键的裙子部分呢 我选择使用这条Alice and Parrots 2020年初的Deadwing系列 这条裙子的暗红色呢 可谓是跟七公的人设完全一致了 再加上七公出场的时候呢 是作为女主角六花的情敌出现的 所以这条搭配的整个风格呢 还是比较偏小恶魔系的魔法少女 这条裙子上一些蝙蝠元素的装饰 比如说这个小兜兜啊 还有蜘蛛网啊 再加上这个扮鸟笼的设计呢 会让这个角色看起有一点坏坏的感觉 而且同时这个鸟笼的袋子呢 也正好match了七公的这个腰带 但是七公人设这个裙子呢 它是有点高腰的 在腰部呢还有这个扭扣的设计 所以呢我正好用了同系列的这个带度印的腰风 并且腰风的这个肩带呢 穿上之后也与这个人设不谋而合 七公的这个背面呢 腰部是有一个蝴蝶结的 我们这个腰风转过来之后呢 背面正好有这个小翅膀的装饰 接下来衬衣呢 我是选了也是PAROTS去年的一个新款 是一个非常没有人气的 克里斯少尉系列的一个单品 但是呢它也不是那种中规中矩的白衬衫 领子部分呢是这样双层的 非常适合做魔法少女的校服了 胸前搭配这个领带呢 则是AP University上面拆下来的零件 那么七公身上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装饰呢 就是它长长的紫色围巾了 但是我们都知道普通的围巾 你戴上是根本不会随时有这种 枝棱起来的效果的 所以呢在做魔法少女搭配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种 无法打破次元壁的地方去跟她死磕 我就选了这条同样是紫色的 并且非常搭配中二病这个故事情节的一条 龙的围巾 因为七公跟永泰非常著名的一个场景呢 在动画第二季的最后呢 七公也确实与暗炎龙 同时也与她自己过去的感情经历呢 进行了一场战斗 做了一个了断 整条围巾呢 全部都是羊毛毡的材质 在龙头的这个嘴部下面呢 有一个压嘴夹 戴的时候呢 可以这样夹住尾巴的部分 做一个固定 这个围巾除了正着戴之外呢 把翅膀的部分转到前面戴呢 也非常好看 接下来小屋的部分呢 首先我就毫不犹豫的选择了 baby的黑猫熊背包 此外七公头上的这个毛绒绒的 黑色猫头装饰呢 我们也可以用baby的兔熊和猫熊发圈来代替 但是头上如果只带发圈的话呢 就有一些单调了 所以呢我就有加了一个 MAM的贝雷帽 这个帽子呢本来是兔耳帽子 但是这个兔耳里面呢带有铁丝 凹造型的话呢 非常方便 我们可以把这个兔耳这样往外折一下 再往里窝一下 就可以节约开支 把它变成一点猫耳帽子 这一件呢是Manta黑猫魔法使的斗篷 斗篷背后的这个斗帽呢 也有非常可爱的猫耳元素 并且里面呢也是非常搭这个SK的暗红色 袜子的话呢 我选择了这个跟七宫头发粉色比较相近的 很有学院感的这个baby过西袜 因为我们的整体搭配呢 基本都是一些纯色的色块 所以呢 袜子我们可以选择这种稍微花一点的 让整体搭配呢看起来比较生动 鞋子方面呢 我同样没有选择跟人设一模一样的黑色靴子 而是选择了这个黑色有红色爱心点缀的松高鞋 鞋子上面的爱心图案呢 就非常耐持其宫这个爱心贴纸的装面 其他猫猫图案的饰品呢 我还用了这个黑猫的饼干胸针 还有颜色比较丰富的 irregular choice的猫猫耳钉 最后呢 这是一些比较符合魔法魔王少女 Sophia的惊性戒指啊 发夹和小翅膀的戒指 还有陈可爱泰克的小骷髅发夹 可以增加那么一点点邪恶的感觉 包括这个已经拴在SK上面的仙女棒呢 我还借用了三里欧的这个惊性棒 这个惊性棒呢 上面可以打开 里面是这样的变迁纸 那么现在一切准备就绪了 我们就去换装啦 MING PAO CANADA 啊 神聖ソフィアには大した問題じゃないのだよ 無理我可変化 未來永恆魔法魔王少女 所以我改變不正的名字 也讓我們可以建立蛋 改變不正的單位 改變不正的戰鬥 對嗎 我要啊 啊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